结婚而来 相传很早很早以前 这个地球上发了一次大洪水 眼看所有的人类 所有的东西都被淹死 就剩下了两个 两个人 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哥哥在东山山顶 妹妹在南山山顶 这个小小水呢 已经莫过了他们的凶落 那天上的神仙看 这两个最后的人间烟火 也灭掉的话 那就太寂寞了这个地球 于是呢 就决定呢 就把他们两个救下来 但救下来呢 也有条件 就让他们繁衍子孙 那自然遭到了 这个兄妹两个人的反对 那兄妹两个人 如果反对的话 又不能扭活命 所以又提出了一个 更加苛刻的条件 就是说 我们各在山顶上 推婚墨 摩托夫的墨 墨的是上下两半 对不对 那如果推到山顶 山底之下 合作一处呢 那没办法就结婚 最后在这个神仙的 法律下面 这个墨了合为一处了 两个人就结了婚 结了婚 十个月之后 那么呢 就生下了一个怪胎 那这个怪胎生下来之后 这个哥哥呢 非常恼怒 这个恼怒呢 就把它成了肉鱼 神仙呢 就非常气恼 然后将这个肉鱼 就搬一点河土 黏一黏 就成了土家人 那你河苗 黏一黏 就成了什么 苗族人 你想象什么族 那就是年什么 那这个就是土家族人 它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 那这种土家族人 这种神奇的传说呢 它也在它的日常的 祭祀活动 或者祭典活动当中呢 也得到了印证 那比如说 他们有一种舞蹈 叫挪舞 挪舞 你们听说过 挪堂戏 或者叫鬼脸壳戏 挪字怎么写呢 单人盘 一个困难的男字 那这种舞蹈呢 它单人盘困难的男字 对 那挪舞 挪戏 它主要是流传于这种 三区 像这一带三区 少是没出局的地方 所以 为什么这种挪舞 它会戴上一个面具呢 相传 因为是兄妹结化而来 所以他们的子孙呢 非常的害羞 所以用这个面具呢 把自己害羞的脸 脸盘 给遮住 那跳这个挪舞呢 它基本上就是祭祀 祭典这种祖先 这是挪舞的这么一个功能作用 它是被中国誉为 活化时巨种之一的一种 细菌形式 那主要流行于这种土家 苗家 苗族 这一代少是民族之间 那从此的话 也可以证明到 这些少是民族 它很有可能就是最早的 是一个族人而来的 那土家族 像生活在这种 偏远的地方 大家 虽然说我们的风光 这种景色 非常的迷人 但是呢 它的物产 相对来讲 就要差一点点 那正所谓是 穷上恶水 猪雕米 那之骨以来呢 这个地方 会犯好 匪患 非常的猖獗 这种土匪 特别的盛行 那历史上 也是对于这种土匪 对于这种 少是民族的一个镇压 压迫 所以这种少是民族 本来就全缩在这种 山区 再加上说 真正的谈驳 所以呢 更加的 就是 这种少是民族 更加的 这个生活的困窘 那这种生活困窘呢 就实际上会引着他们 这个 引着他们的一个反抗 哇哦 这个东西 骗我杀了 鸡汁 撞车 撞车 撞到车祸 车祸 他这种反抗也是非常之多 比如说我们去有天子山 就是临朝出去的时候 一个叫向达坤的 这个土家英雄 借干旨意 那此外百丈侠 也是自东汉开始 这种土家族人就开始了 反抗 所以打了一百的智障 所以那百丈侠 也才来 那土家族 他有很多的 这个传说 比如说每个每年的英丽 六月初六 他们叫六月六 晒龙袍 因为在 元末 民族的时候 还会以土家族的英雄 叫秦后 那这个秦后呢 也是反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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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有很多 所以后来 遭受到残酷的证压 将他临时出使 然后剥皮 所以每到这个 他死去的那一天 六月初六呢 都会把自家的棉被 大衣给拿出来 晒一晒 土家人 这是土家族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 故事 一个节日 那土家族 他的习俗 跟我们汉族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他们节日也非常之多 像这个每年的 地域 都会提醒一天 过年 他们的叫做 赶年 这个习俗啊 叫赶年 那么汉族人 只有大年三十 他们土家族呢 叫 总要提醒一天 就是大年的二十九 因为我们是小年二十九 他们就二十八 那这个习俗 是从何来的 在明代的时候 那日本倭寇 就开始不断地侵扰 东南沿海一带 那到了明代的后期 明代的中后期 明朝政府呢 终于无法忍受 这个日本倭寇的这种 这种嚣张 所以决定呢 派兵去 针脚 但是呢 由于明朝 当时已经非常的腐败 无论 当时的这种军队呢 一打 跟日本这种倭寇 一触即溃 就刚没有打不赢 那后来打不赢的话 那这个 有一个张军的一个将军 他就建议 他就率领 征召 这个少数民族的 土兵和狼兵 那土兵呢 就是土家族人的 这个士兵 那狼兵呢 就是广西壮族的 这个士兵 那征召了这个 少数民族的 这两个 政治年底 那这种土家族人呢 他的这些 土四王 魏了 魏了就是说 古武士忌 就决定了提前一天 做一顿好吃的 让这个士兵们 吃了 再上战场 最后呢 上了战场之后 就赢了 就打赢了 打赢之后 为了当时皇帝呢 就是呢 彰垠彰 彰显这种功劳 最讽为 东南第一功 就是 土家族 他就是把这个 节庆 和这个功劳全部 記录下来 正在节日当中 给记录下来 最終就真的這個土家主人 非常有名的一個習俗 捷徑就是感年的習俗 那沿途我們待會就要順著這個 河流所惜 順著所惜呢 就要進入到前方的一個 更大的支流 這個支流叫樓水 前端很快 大概有一個小時之後 就看到樓水 樓水是離水河的一個支流 那兩邊會有這種 非常陡峭的懸崖 有一段就感覺 中間是一條玉帶穿過 那由於現在水量的缺乏 所以那種其實相對要差一點點 因為在雨量充沛的時候 就非常的壯觀了 這是前方要經過的一段地方 那現在呢我們就還是行駛在 這個五零園區 行駛在五零園區 障礙界的 障礙界也講過是兩縣兩區 前方很快就要進入 離開這個五零園區呢 就要進入到這個 這個磁礙縣 那磁礙縣是中國著名的杜仲之鄉 在前方有一個地名叫江亞 江亞呢除了有這種溫泉 還有一個有名的林場 那江亞林場 那江亞林場所種植的林木 那大多數都是這種草木 就是這種杜仲僑木 那杜仲主要是以它的樹皮入藥 那當地政府 這個張界政府呢 進行研究之後 將它的樹葉也進行加工 研究出的一種杜仲茶 也是一樣的可以起到降血壓 降血脂等等的這種作用 那在江亞林場附近 不光是有這種特產 而且還出了一個名人 就是杜仲武也姓杜 杜仲武 那你沒聽說過杜仲武 有聽說過 那杜仲武的話呢 曾經是做過孫中山先生的保镖 孫中山先生的保镖 杜仲武呢出生是一個世代武家 他父親他的祖上都是念武之人 而且奪過無舉人之類的 世代西武 他出生的時候 出生的時候呢 他的家裡 曾經一種非常異樣的情況 就是紅光通天 鄰居家人呢 就約他家起火了 提個水桶就來救火 等那些鄰居一到之後 發現不是起火 還是什麼呢 是這種孩子出生的 中國人都是這樣子一種 一種說奇人這個有意象嘛 然後就反過來就給他祝賀 他父親又是一個讀過書的一個 文武算權的一個人 所以他非常謙虛 就給他孩子取名了 叫星武 武星軍會的意思 那這個孩子出生之後 就為家境的比較複俗 有條件 這個習武 再向天生的一些 禀婦 所以呢 念教一生的武藝 念教一生武藝之後 他曾經一度留學日本 留學日本呢 就結識到了老鄉 宋教仁 那剛才說宋教仁呢 曾經是華興會的 這個創始人之一 以及呢後來的國民黨的創始人之一 就是宋教仁呢 所以宋教仁結識之後 就在宋教仁和黃新的 這麼一個介紹下面 還有認識到孫中山先生 所以呢 當時呢 就認孫中山先生的一個保留 而且多次 為保護這個孫中山先生呢 做出了巨大的這個努力 那當年1931年的時候 日本人啊 就 清正華北無省 清正華北無省之後呢 想決定呢 就是成立個華北無省自治區 就想 想背景呢 這個杜慶武出來 任這個自治區的主席 但是呢遭到杜慶武的拒絕 那用槍 於是呢 他們就決定 把這個杜慶武抓起來 逼迫他就範 但是當晚在這個 防守非常隱密的這個劍道裡面 杜慶武憑藉他的這種功能功夫 勝利的好多 杜慶武後來呢 一直就是 為這個國家 國民的身體素質的一個提高 做出了很多貢獻 比如說當時河建 組這個湖南的時候 就是也是有提倡 這個發展國民體育 然後拼緊他呢 做這個